我们就请市长跟赖馆长先为我们来做一个签署的动作签名 在金融市长林又昌与著名美术馆馆长赖树林等人共同签署下 今年6月金融城市博览会中受到热烈回响的著名人间系列绅士雕像 将从10月7号起再次回到国民广场展出 这次展出时间长达一年 希望具体落实林又昌城市美术馆的概念 本市系列的展品在城博会期间来到金融在国民广场 获得很大的回响 很多的市民也好游客也好都一直提出说 是不是可以再现国民广场 所以我们经过了从城博会之后 很多的努力终于成真 其实我们希望是让金融市的城市环境里面 就像我们的城市博览会所接触的一个理想跟这个价值 也就是希望整个城市都是我们的美术馆 整个城市都是我们的博物馆 整个城市就是我们展演的空间 对于绅士雕像重新回到金融展出 曾经参观过的小朋友都很开心 我有看到朱铭大师有一个作品 叫做撑着雨伞的下班族 然后呢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作品 跟我们基隆的生活很贴近 然后我听到他现在要回来我很开心 我有看过都民的作品 撑着雨伞 我觉得很厉害 很厉害 那现在知道他要回来 很开心 除了11座绅士雕像回归基隆国门广场外 这次双方合作还加码推出艺术教育向下扎根计划 从10月1号起 基隆市国中国小及幼儿园老师与学生 一年内可不限次数免费参观租名美术馆 让基隆这座城市与租名美术馆有更强大的连结 希望未来能培养更多基隆在地的美学人才 这是在之前从来没有在任何县市合作过 当然也是一个机缘 主要就是说我们这个朱敏老师的这个人间系列声势展呢 在今年的城市博览会得到了很热烈的支持 回响 那我们要回应这样的一个热情呢 我们就在思考说 如果只有声势雕塑回到国门广场重新的展览 事实上他就只是作品 可是我们希望他扩大让这个效益是能够生根的 有艺术扎根 所以我们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 就是365天的艺术门票 那获得基隆市政府的团队呢 非常热情的支持 所以我们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合作 就是我们是以儿童艺术教育工程来建构国门之城 中文美术馆把它从在金山的这个馆子 延伸到基隆来 那当然基隆这个城市的这个范围跟空间 也扩大到我们的祖民美术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场非常有价值的一种 合作的一个模式 我觉得对我们基隆的小孩子 未来从小到大 培养这个美学的素养 以及对于城市环境 美学的一个敏感度 我觉得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注意 基隆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长曾志文透露 除了基隆国门广场 未来这群绅士也将到基隆市不同的景点旅行 提升观光效益 请国人拭目以待 10月7日国门广场见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